這個就是真的嗎? 這個真的可以嗎? 我告訴你這個才是真的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真的真的假的 這個重發都不會這樣發 真的啦你相信我 我怎麼會騙你呢 如果真的需要什麼我釋放文件的話 通常有柔菜送打 綠色的那種 不會就這樣子給你看 而且不會是這樣傳過來 他怎麼知道你確定是這個人 有沒有來你看啊 來來詐騙集團公文有沒有 詐騙集團假公文是不是長這樣 有沒有跟你自己對對看有沒有 都寫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 真的啦你相信我們 你不要會真的 你相信我真的 我們看因為我們公文不是長這樣 我們台灣地方法院的公文 絕對不是長這樣真的 我們警察你都不相信了嗎 對啊所以他這個是假的啊 三民第一分局 十全入台所 於本月二日下午時段 接獲本甲銀行的來電 稱有一名衛姓婦人到銀行要會前 遺事遭受詐騙 該名衛姓婦人接獲詐騙電話 稱該名會人於疫情期間 匯款數百萬元供詐騙集團 作為購買疫苗的洗錢之用 稱該名物人需要立即到銀行匯款新台幣50萬元到台北地方法院 否则会立即遭受拘捕至台北判搜索 并扣押查扣名下所有的账户 警方听了直向妇人称 这就是标准的诈骗机团的手法 并且以网络查询 将类似的诈骗手法供妇人查看 果不其然 查询的公文跟不能接受到的诈骗公文均雷同 不能此时顿时才恍然大悟 向警方笑着称 还好有你们不然我就诈骗了 三民第一分局在此呼吁 接获诈骗电话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者是10发案专线 寻求警方的协助查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